记者洪锐琴台南报道,对于西港外环道路开辟争议,公务局表示,为输解台19车流及减少穿越市中心的过境性交通问题,并兼具救灾及防灾需求,市府争取中央补助开辟,为加速交通建设并保留当地文化意涵。 今年仅程序完成土地取得后,目前办理工程采购招标,并同步与当地西港窟载头生态艺术村共同盐商堂铁老树保存。 市府强调,西港区东侧外环道路早于105年即设计完成,已公开招标三次流标,检讨原因单价偏低,这次仅是调整单价后一元设计延续办理第四次发包, 而为保留文化元素未来施作将依法执行不影响树木,堂铁融入设计的承诺。 公务局表示,西港区东侧外环道路工程南段路宽24公尺, 原台堂铁道部分位在拓宽后道路路面考量线的保存有妨碍行车安全疑虑, 该局已委托专业团队以新营、盐水、雪甲、夏营等地区堂铁自行车绿廊道。 铁道的景公园建设案例评估在不影响道路安全前提下, 研议将原有堂铁道及轨整一位道路适当位置, 例如如人行道、绿带妥善保留方案。 公务局强调,尊重民意以两次与西港区在投生态艺术村研商糖铁老树保存, 愿意以保留铁道异象创造特有台糖铁道异象绿化空间连结在地生活方式检讨路面配置预定。 明年1月间将会与西港库在投生态艺术村在进行第三次研商会议, 结果再与相关专业团体、文化局、地方文史团体、地方民众及民意代表等共同讨论, 将西港县相关景观元素如旗站、转彻器、铁轨等纳入后续工程施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